记者同建立苗栗报道,财团法人大党八佛教基金会6日在苗栗县立体育场举办公司不失弱势敬老祈福免费抄建大法会提供参与活动的弱势与长辈1000元进奉金 不止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出席党籍南投县立委曲淑华也动员4000人参加 引罚南投绿营人士质疑蓝营有假借照顾弱势之名达到党庄固装之嫌 对此国民党苗栗县党部主委林祥川表示该活动在苗栗县已是第三年举办党部对于宗教活动没有动员 且当天活动会场民进党籍的卓兰正名代表张春娇也号召16辆游览车的民众参加 县府民政处长彭西山则说尬党八佛教基金会已连续三年在苗栗县举办公森部失弱 是敬老祈福免费超建大法会活动都由基金会自行办理 县府仅提供行政协助 尬党八公日活动执行长叶文琪说他与基金会友好 得知基金会在全球各地都有办理祈福超建法会是若敬老 因苗栗县财政状况不佳 他身为苗栗子弟认为可以透过基金会协助照顾地方弱势长辈 因此积极虔诚于前年起在苗栗县办理尬党八公日的失弱敬老 也不分蓝绿党籍当天也有绿营人士参与 当天其福超建大法会 除吴敦义、许淑华、苗栗县长徐耀昌、立委、徐志荣妻子、王慧珍、苗栗县、一长由中店妻子、张淑芬 及前苗栗县长刘震宏夫妇都出席祈福法会 法会对苗栗县南投县弱势民众及老人不失 敬老祭品一万八千余位 每人发放一千元就注金 吴敦义于入场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法会不仅对苗栗县民起福 全台湾人民也会受到起福大法会的庇佑 且是若敬老很有意义 所以我专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